上原住原欢庆公益活动及志工表扬会 在三站多功能集会所举行 现场有意见免费发送二手衣 玩具活动、发放物资等来关怀景美春、嘉明春的弱势家庭 也透过公益活动让部落更温暖 继今年年初的关怀公益活动之后 花园县山上关怀集会并且再次来到三站多功能集会所办理 上原住原欢庆公益活动及志工表扬大会 现场有意见免费发送二手衣 玩具活动、花园县山上关怀协会林淑金表示 协会本则关怀部落为理念 还有预请志工团队的协助帮忙 让活动是更加顺利了 进上次的围炉宴之后 我们这次呢赶在秋天 然后办了这个关怀活动 然后关怀部落的一些老人跟一些弱势家庭 然后我们有益检也有二手衣 然后当天也有物资跟爱心餐的享用 然后希望可以给部落的这些弱势家庭们 可以感觉到温暖跟社会的关爱 然后我很谢谢若燕林的自动团队 因为我们平时除了发放物资 我们还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发放爱心餐给部落的弱势享用这样子 花园县山上关怀协会林淑金表示 相当感谢若燕林志工团队的协助和帮忙 活动可以说是相当的圆满 由于公益关怀活动的办理 包括秀卫下的欧梅贵 花园县山政府北七服务中心副主任余慧君 先援第八选区候选人陈美莲 花园县山小太阳关怀协会也一起来进行关怀活动 让公益活动可以说是相当温馨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